大家好,22号中国海警依法驱离了菲律宾 非法闯入黄烟岛附近海域的 渔业和水产资源局的3002船 中国海警局的新发言人甘雨此前表示 中国对黄烟岛及其临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国海警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制法活动 意以贯制,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今天抵达台湾的美国的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 在与参门会面结束以后发表了讲话 他表示美国国会有许多支持台湾的朋友 都将尽一切努力深化美台伙伴关系 他说此次美国众院中国特别委员会 跨党派来访就想传达 如果中国国家主义新平试图做出侵略台湾的决定 一定会失败 赖清德在美国国会拥有许多支持与友谊 赖清德就任总统后 美国仍然会持续坚定的与台湾站在一起 克里虚纳莫提首席语言表示 此行想传达两项讯息 第一,美国跨党派都极力支持美台关系稳固发展 台湾关系法的制定就是要确保美台关系持续深化 第二,美国国会非常信任赖普总统及其领导能力 赖普总统当选后的演说内容十分完美 正是国际社会和台湾人民都想听到的 赖清德的个人经历深具启发性 也是一名医生 相信赖普总统会弃切诊断出台湾在面对未来挑战时所需的准备 让台湾的前景一片光明 盖拉格在台湾的出席记者会 他说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关系紧张 台海和平稳定最大威胁是中国的侵略 而区域内伙伴关系建立协调经济框架 对抗中国经济胁迫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台湾是一座岛屿若爆发冲突将面临难以补给的困境 盖拉格此时表示 美国立法者与台湾立法者互动与紧密 维持和平的机会就越大 他也点出台海和平稳定的头号威胁是中国扩张侵略 他形容像中国大陆那样的独裁政权 就像鸭子在水面上滑行 表面上看起来很和平稳定 但底下却乱成一团 而与之相反 民主国家就像海洋 表面上看起来混乱 但海面下却是冷静稳健 那台湾如何 世界就跟着如何 因此台湾必须像现在这样 是一个自由激烈燃烧的蜡烛 对抗周围的黑暗 大陆近年频频挖掘台湾友邦 那对于印太地区扩张展示其势力 外界好奇美国的反应 格拉格回复 我们不只应在区内进行正确的军事投资 更重要是确保美国交付 截止到目前为止 击欠了200亿美元的军购订单 而除此之外 也需要伙伴以及盟友 建立一套协调经济策略 避免中国大陆在做出 可以认为经济战行为后 才做出的回应 因此与台湾及区内建立条约伙伴 建立协调框架 对抗中国的经济胁迫 才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格拉格表示 美国立法者 前往较不受重视的区域 并表达对他们的支持很重要 例如近期美国 拨款给自由联合协定 相关国家的讨论就非常重要 另外美国近期传出 原污一声 外界也担心美国对台承诺 是否能够从业而终 格拉格回复 此时乌克兰的问题 不只关乎乌克兰与美国的信誉 而攸关印太地区 与台湾地区的贺阻力 而他日益观察到 中国大陆与俄罗斯 伊朗间的事实上的结盟 也是所谓的专制轴信 正决心破坏美国国际领导地位 和整个联盟架构 格拉格认为 应趁此机会振兴国防工业 投资恢复威慑武器库 以便在贺阻失效前 在印太地区大幅提升 关键弹药的生产以及库存 他提醒台湾不同于乌克兰 是一个岛屿 因此若爆发战争 补给将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也有必要 为贺阻力在乌克兰失效中 继续教训 并适用在印太地区 以免战争 那盖拉格呢 呼吁在台湾境内生产武器 也就是说 美国方面未来可能会将 一部分武器生产能力 转移到台湾 但这种武器的生产能力 很有可能在解放军的打击 第一轮就被摧毁 因为台湾他没有纵深 那么也说 美国现在呢 已经放弃了 未来开战以后 向台湾运送补给弹药的 这种可能 也就是说 一旦中国封锁了台湾 那么美国实际上 不会再向台湾提供任何补给 而只能靠台湾自己生产自己 那么在南海呢 美国和菲律宾之间呢 联合举行了群岛防御计划演习 那么这个演习的兵徒推演计划呢 看到菲律宾的陆军低旅 在图上显示啊 如果菲律宾方向和中国在南海爆发冲突 根据菲律宾和美军的战略构想 中国可能会对菲律宾啊 进行大规模的空袭 包括啊 红色箭头指示的包括空袭马尼拉 也就是现在在南海方向啊 菲律宾和美国也在做着战争准备 而现在在台海方向啊 那么中国未来在台海还有可能也会大规模的封锁台海周边区域 包括公国海峡 那么只有菲律宾啊 台湾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整体 那么也说未来台海和南海是一个互动 这么一个关系 而菲律宾现在呢 如果介入了台海参与了对中国啊 未来武统台湾的参与的一个行动 甚至向美军向台军提供弹药 中国会空袭马尼拉 空袭菲律宾北部的所有美军基地 可以看这次的群岛防御计划演习 非常明确 美国的作战已经将中国啊 空袭马尼拉 空袭菲律宾北部 规划进了整个的防御 我呢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呢 在菲律宾方向的美国现在拉拢菲律宾 因为菲律宾实际上呢 它整个国家的实力啊 它是不足以和中国进行抗衡的 就中国的海军啊 实际上呢 可以完全碾压菲律宾 空军海军加在一起 就菲律宾是无法和中国对抗 菲律宾之所以现在在南海方向啊 这么积极 主要原因背后是美国 那美国的想法啊 我觉得所有人都能看懂 用菲律宾啊 去挑选中国 2024年因为大选 那拜登和习近平见面以后呢 拜登啊 其实也向中国保证 在台湾方向的美国不会挑选中国 那么美国又不能挑选中国 特别在台湾方向 那么又不能不向中国施压 也不向中国施压的话 美国就很难 那么由菲律宾方向 现在是美国的首选 但是菲律宾又非常弱啊 所以美国现在呢 要用菲律宾啊刺激菲律宾和中国对抗 但是菲律宾呢 其实是不会和中国直接开战的啊 其实菲律宾是给你提供场地 让你和中国对抗 也就是现在在南海方向呢 还是中美在对抗 而台湾方向其实呢 比菲律宾方向啊 有一个不同点 就是美国现在在台湾方向 他非常谨慎 因为24年啊 美国大选 为什么美国在菲律宾 在菲律宾方向的美国啊 是相对来说更加积极 而在台湾方向不积极 因为台湾是中国底线 南海不是啊 南海方向啊 并不是中国的底线 而台湾是中国的底线 为什么呢 我之前说过啊 一旦台湾宣布独立 一旦台湾出现 有闪失 共产党长期执政 就不可能了 也就是说中国呢 不惜一切代价 哪怕和美国开战 也要收复台湾 绝不能让台湾努力 这个是中国的底线 而美国呢 他不断在中国的底线摩擦 就会导致中美关系出现恶化 就会导致中国国内 甚至有一些亲美的团体 也无法替美国在中国说清 共产党整体利益为 最大的优先选项 那么实际上呢 美国不在台湾方向摩擦 他就要在南海 在菲律宾方向 对中国进行干预 特别是在南海 在公国海峡方向 那么2024年结束以后 25年 美国总统如果换人的话 那么整个的南海局势 肯定要发生变化 如果是拜登连任的话 那么美国也会在南海 在台海继续挑选中国 所以我之前说过啊 说现在来看 美国在南海 在台海 打台湾牌是大概率事件 而现在来看中国在南海 也在做着积极的准备 在台海方向 中国在金门 马祖 澎湖 在外海 中国已经做好了 这些外岛 中国已经做好了 开战准备 特别是封锁这些外岛 先是用海警船封锁 后续可能解放军 会长时间的封锁 金门 澎湖 马祖 他周边的海域 就是演练啊 中国未来武统 对台鹏金马 这些离岛 进行封锁 上去看 中国也在做着积极的准备 那么现在在南海情况来看呢 美国现在打南海牌 更多的是要牵制中国 而不是要和中国真正开战 美国现在的想法呢 武装菲律宾 其实是给南海其他国家看 给其他国家壮胆 然后跟中国挑选 但其他国家 现在来看的没有商当 其他国家 特别你看印度尼西亚 换了新的领导人 还是追求一种平衡 不会跟随着美国 像印度尼西亚 也不会倒向美国 还是和中国 维持过去 和中美平等这种关系 形成一种稳定 那这样的话 像菲律宾 他单独靠拢美国 跟美国在南海挑选中国 就不会对南海 整体局势产生大的影响 下一步中国在南海 我觉得和美国这种对抗 要长期化 做好长期化的准备 另外一点 美国现在在菲律宾 部署军事装备 部署战机人员 是为了下一步 在南海方向围堵 中国的核力量 特别中国的核潜艇 要进入 通过南海进入大洋 所以要在菲律宾方向围堵 菲律宾方向的部署 并不完全是要针对台湾 因为台湾一旦开战的话 那么实际上美军 他很难介入 中国的航空母舰将完全封锁 攻过海峡 不需要航空母舰 中国的战略轰炸机 中国的战机 也完全可以封锁 攻过海峡 甚至可以对菲律宾 马尼拉进行打击 进行空袭 是完全有这个能力的 所以中国现在来看 在菲律宾 在台湾的正面 中国已经完全有了 制空制海能力 所以美国现在 在菲律宾方向 这种大规模的演习 一个是要给南海地区搅局 另一个是给台独壮胆 给台独壮胆 下一步希望台湾 和中国大陆的对抗升级 这样美国打出台湾牌 就更有力 我说过 盖拉格也好 这些人讲所谓意识形态 你是可以不用听的 因为他到哪 他都讲意识形态 但是你看到了一些 那些极权国家 你像沙特 像其他一些伊斯兰的国家 美国从来不讲意识形态 美国从来不讲这些东西 什么极权 世界的极权国家多了 还有君主国家 你看美国从来都是 专门针对什么 针对中国 他用意识形态 用什么极权国家 来包装自己 要围堵中国的真实目的 很多中国人 特别海外一些华人 被美国骗了 以为什么 中国自由民主了 美国和中国就和好了 和中国和好了 美国就能帮助中国 这完全是幻想 你从盖拉格这些讲话 你可以看到 他们一定要肢解掉中国 要碎片化中国 中国最大的原罪是中国的崛起 中国人过上好日子 让美国人为中国人打工 这是原罪 美国像盖拉格这些人 他们是绝对不会让 绝对不会让中国崛起的 所以打台湾牌是大概的事件 所以脑袋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就是未来台湾问题 和平解决可能性非常小 也是我这频道一直在坚持 就是一定要做好武统的准备 你这样才能避免战争 如果你连武统的准备都不做的话 可能迎接的 那真实战争 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准备 还必须面对战争 对中国更加被动 所以一定要做好战争的准备 做好武统的准备 你才能迎来和平 迎来发展 迎来崛起 所以在南海 在台海 中国一定要更加积极的主动出击 这对中国才是最有利的 未来美国敢打出台湾牌 中国就武统台湾 收复台湾 完成国家的同意